9月28日 芬兰国家旅游局协20家芬兰当地旅业伙伴 在互举办2023中国录演活动 芬兰已连续6年蝉联世界最幸福国家榜首 这一殊荣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前往这一北欧国度探寻其幸福的秘诀 据统计 2019年芬兰借贷了约20多万人次中国游客 在芬兰留宿兼业数达44万 随着签证办理机航班运力的放宽与恢复 2023年冬季中国市场的恢复态势将迎来较为显著增长 预计到2025年底 中国市场在芬兰旅游业的份额将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芬兰国家旅游局国际业务总监提姆·阿赫勒表示 对于芬兰来说 中国市场非常重要 疫情前中国是排名第五的客源国 也是最大的长线客源市场之一 在2024年 我们将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芬兰夏季目的地 集游学与研学产品的推广中 以更持续的方式发展旅游目的地 芬兰国家旅游局期待与中国旅游业伙伴携手 为更多的中国游客提供难忘的芬兰之旅 将芬兰的四季之美 轻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与卓越的旅游体验呈现给中国游客 为中国游客营造难忘的旅行回忆 衷心期待着中国游客的归来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